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粉丝们也不用担心没有电视剧看了 相信这部电视剧也是颠覆了喜姐对杨子的看法 之前的电视剧演的大多都是乖乖女或者是古灵精怪的 但是在这部剧虽然她前期演的角色还是偏傻白甜的 但是后期看的确实是很让人心疼了 一看杨子的哭戏 喜姐就跟着哭 实在是太带入感的 还有邓伦的哭戏也是和杨子不相上下的 都太有带入感了 这部电视剧后很多人还希望两个人能够再续前缘 不过这部新剧并不是两个人演的 而是和马天宇拍的 网友都说杨子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女演员 和谁搭档都有CP感 这次和马天宇的他当网友也很是期待 他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还好的是他没有放弃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放弃 他开始努力学习 考取了电影学院 后来毕业到现在 他也是经历了很多 不过最后的收获依然很多 他的努力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 杨子系外真的就像是一只小猴子 永远是充满活力 也是剧组的开心果 之前小蜜的花式也可以看出 杨子和邓伦在片场的打闹 据说他们棚里的温度很高 杨子这样也是为了调节气氛 毕竟大家也是很累很烦躁的 有杨子这个开心果 大家心情也会放松很多 而且席姐认为 她很有谐心的性质 在她参加的综艺节目来看 她真的就是一个谐心 跑等街梗都是一套一套的 而且脾气也是很好 虽然在节目里 很多人都愿意吐槽她两句 但是杨子就是大大方方的见大家说 这么好的脾气也是不多见了 可以说杨子的成功也是有益和寻的 她的演艺道路也是一步一脚印的 走得太太实实 经历过低谷的她没有放弃演戏这条路 而是努力考取了电影学院 学到了专业知识 毕业后除了演戏方面的天赋 专业知识也是不可磨灭的 毕竟系统学过的就是和其他的有一些区别 最后期待他们两个的新剧 喜姐也很喜欢小猴子 希望越来越好 不需要您的适合